连续两天的111年 玉璃镇妈祖宫庆祝天上圣母 圣诞千秋文化祭 绕境祈福庆典活动 吸引了热情的信众共襄盛举 而当中就有卢主和信众 一起提供免费的零支茶 给现场的民众来饮用 民众体验到优良的民俗庆典 以及传统的宫庙文化 玉璃妈祖宫在4月16号举行 镇外的车巡绕境祈福 17号举行镇内的步行绕境祈福 吸引了热情信众共襄盛举 从公庙出发巡行境内街道 民众跟对随乡 沿途加户涉案祭拜 祈求神明保佑 使和尽平安 传统的文化也支持庙会文化 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单位都说 尽量不要有群聚的人群聚 但是这一次我们经过寝室马祖 马祖宫他们庙里也寝室马祖 马祖也觉得说他想要出来 他想要出来绕境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尽量把事情能够 他要有打三季才可以让他们出来 参加这个游行的节目 民众深信绕境的目的 能够使空间环境进化 避免邪恶影响 所以绕境有保镜安民的作用 以及意义 就有来自屏东的信徒 现场就提供免费的爱心灵芝茶 给信众来饮用 民间俗信 卢主任职期间诚心服务 协助祭祀活动顺利运作 日后也将会受到神明的庇佑 消灾解饿 身体健康和家平安 事业顺利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